男星诚意凭借武侠剧《闫花楼》人气一飞冲天 而他目前接下古装剧《狐妖小红娘王全天》 与李一同二搭 声势备受看好 诚意不仅敬业 在演艺圈也拥有极家人员 目前找上他的剧本《如过江之际》 据传他接下武侠剧《少年歌行第二季》 将与谭剑刺 周语同搭档 让网友十分期待 诚意在演艺圈代表作几多 包含与赵丽颖演出的《青云志》 以及原编演搭档的刘黎 还有与杨子合作的《沉香如蟹》 而这三部都是古装剧 也让诚意获封《古装男神》称号 如今在靠住《莲花楼》晋级一线男神 不少人认为他要与顶流男神肖战齐名 只是迟早的事 《少年歌行第一季》由李鸿逸 刘学义 林柏阳 敖瑞鹏等人主演 虽然大多是新生待面孔 但无论是剧情 演技都受到极大称赞 堪称今年度最大黑马 而《少年歌行豆瓣开分为7.2分》 现今已经上升到8.2分 显见《少年歌行后续效应极大》 因此续集《江油水》接演 备受瞩目 剧传 《少年歌行第二季》将由成益 谭剑次 周宇童演出 虽然李鸿逸 林柏阳因荡期之故无法回归 但在第一季拥有超高人气的刘学义 敖瑞鹏都会参演第二季 让不少网友大为放心 认为主演阵容强大 要超越第一季不是难事 另外 陈奕和周宇童演出 男女主角肖瑟和司空谦落 不少网友大赞选角非常适合 而第二季也加入新的剧情线 谭剑次所演出的角色 为最大反派男爵皇子 而他在长相思所饰演的 项柳就是一正一邪的角色 此次演出反派 受到粉丝高度期待 在网上冲浪时 某站给我推了这么一条热门视频 粗略地看了一圈评论区和弹幕 我才知道原来陈湘如谢 在播出时诚意被潮得不轻 网友给他起难听的外号 对他进行语言攻击 而且这些攻击基本 与演员的演技无关 大多是在针对他的样貌 这我就坐不住了 毕竟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陈湘里的 诚意每一套装造都很好看 无论是应渊 唐舟还是悬叶 其造型风格都很符合角色 而且陈湘的装造 也在很大程度上 展现出了诚意优越的长相 没有早期出 摄娱乐圈时那么草率敷衍 我甚至觉得 比斯凤时期更让人惊艳 所以今天 我就来分享一下 在陈湘如谢里 我最爱的三套造型 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吧 白发地牙装 似落雪 要说起最让我感到 养眼的白发装造 我首先想到的 就是应渊的白发的牙装 这套造型在我心里排第三 这个阶段的应渊 没有身居高位时的疏远感 很多时候更像一片飘落的雪花 破碎柔软 仿佛摇摇欲坠 风一吹就会消失不见 这身装造舍起了华丽精美的配饰 身着素衣 却不失贵气 珍珠白色的胶领大衫搭配 象牙白色的礼衣 以铜色细色彩过度的搭配方式 巧妙提上了整体造型的层次感 整套造型我最喜欢的是应渊头上的发簪 形状好似失去绿叶的枝丫 给人一种枯萎颓败之感 而材质却不似枯木 因此搭配起来会让造型看上去不失生机与灵气 很符合应渊当下的状态 白发低牙时期的应渊给人的感觉十分俊美 散落在脸颊两旁的几缕发丝 起到了修饰脸型线条的作用 面部的轮廓线条因此而看起来清晰却不锋利 柔美与秀起质感并存 黑衣工作装 四浓墨 在我心里排名第二的是应渊的黑衣工作装 黑色其实是一种极具美感与矛盾感的色彩 它能展现出堕落英语质感 也能传达出沉浸内敛的视觉感受 当浓墨般的黑色服饰穿在应渊身上时 永远出其不意的黑色仿佛一下子有了定义 那便是包容 稳重 冷静 这身服装并不是纯粹的覆盖式黑色设计 其上有银白色的纹绣元素作为点缀 很好地冲淡了黑色本身的沉闷感 搭配上工艺精致的蓝宝石凤翅银棺 既展现出了帝君地位的泉与威 也让造型更显端庄与大气了 红衣神允装 四落日余晖 最后是我最喜欢的红衣神允装 在整部沉香中 这套造型在我心里排第一 红色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一种颜色 它热烈而直白 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多代表着希望与活力 红色似乎总是向上的 就如不会熄灭的火焰 红色有很强的视觉穿透力 但比起燃烧般的烈日 这套造型让我感觉更像是落日余晖 银渊身穿一身红衣 所要奔赴的不是光明与美好 而是它生命的终点 结合剧情与人设 这套装造给我带来的感受 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这套红衣造型也有色彩过度 外衣的红色亮度与饱和度皆由高到低 礼衣为黑色 高级感拉满 同时也具备沉重深邃之感 与热烈的红色不同 这套造型中红色所表达出来的视觉感受 更多了几分绝绝与凄美之感 就好似落日余晖 色彩浓郁 却意外地能够使人感受到温情 除了上述这三套装造之外 备受观众喜爱的还有应渊的望穿断尘装 满满的人肤感 发簪形状似流云 身着含蓄柔和的灰色服饰 呈现出了优雅得体 简约干练的气质 悬叶与唐舟的造型也十分亮眼 在沉香如屑里 男主出场极高光 男二有男二的帅 男主也有男主的帅 若硬要说成亦被咽压 那我只能感慨 有人看缘亦如泥 人与人的审美 终是有所不同的 好了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不知道在沉香如屑里 大家最喜欢的造型是哪一套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